- 寶貝 - 寶貝 - 哈囉 歡迎大家來到兔女郎的頻道 - 是兔兔 - 狼 - 今天我們要做一個特別的活動 - 寫一封信給我們未出生的兒子 - 恭喜寶貝 - 大家記得我從植入那一刻 - 我就一直對他無話可說 - 還沒想好耶 - 想不到生母是無話可說 - 哈哈哈哈哈哈 - 大家我是用什麼雙瓷器 - 我覺得他把我的腦都鬆弛了 - 你知道嗎 - 所以我們才有了這個企劃 - 偷偷說這企劃是他自己本人想的 - 我在寫這企劃的時候 - 我覺得我自己好像 - 沒有意識到我自己要寫這封信一樣 - 妳說你是兔女郎的企劃 - 我覺得你們可以寫一封信給你們兒子喔 - 然後就忘記 - 原來我是其中一個人 - 想必你已經準備好了吧 - 我真的沒有 - 我真的打算等一下就是 - 好好靜一靜 - 好好的寫這樣 - 好啦 那我們等一下就各自自己寫信 - 不要干擾彼此 - 自己展現你要對他說的話 - 然後我們再交換念嗎 - 還是要自己念 - 好緊張 - 那不然等一下我們來丟硬幣好了 - 正面就是自己念自己的 - 反面就是腳叉念 - 我們去寫信囉 - 好 - 我已經馬上準備好 - 下午茶點心了 - 啊謝謝 - 我覺得這可以活腦 - 怕妳用腦過度妳會昏倒 - 準備了一點點點心給你 - 妳自己看這份量吃 - 如果吃到想睡覺的話請停止 - 孕媽是非常需要一點甜食的 - 寫寫怪狼 - 我要努力了 - 我跟兔寶媽媽不一樣 - 看她那樣子我就知道她其實不太知道要寫什麼 - 我反正這次走一個手寫路線嘛 - 主要是因為 - 昨天又再一次見到她 - 真的有一種她真的要來我們家的感覺 - 所以我信件呢 - 大概會是寫一種 - 只能透過超音波看她 - 卻又可以感覺到她的個性 - 然後很想要迎接她來我們家的那一種 - 我自己角度的心情 - 我想要告訴她 - 十個月過程 - 我的感受是什麼 - 開始寫吧 - 我在沉澱我的心裡 - 我這個人呢 - 只要要認真做事之前 - 我一定要坐在我的樹桌上 - 補個音樂 - 我需要所有的情境 - 都對食物飲料都在旁邊這樣子 - 我才有辦法好好的去思考 - 吃點東西壓壓驚 - 心情大正 - 這什麼好好吃喔 - 甜點配咖啡 - 到底要開始工作了呢 - 那就對了 - 可以開始了 - 我想要寫電子版的給我兒子 - 其實我也是一個蠻喜歡手寫的人 - 可是我怕我要重心編輯或者是什麼的 - 我會覺得這樣比較快 - 我覺得我一直好像不太敢觸碰這一塊 - 因為可能我覺得太感性了 - 我會有點害羞 - 但我覺得我其實感受是非常非常deep的 - 所以需要沉澱一下來寫 - 我應該會寫N寫一個大綱 - 然後再開始詳細寫我要什麼 - 然後中間再慢慢體會 - 不知道我會寫出什麼樣的東西 - 先吃一個 - 太萬歲了 - 我要寫信給你弟弟你要陪我嗎 - 妳要不要過來這裡陪我 - 妳要不要過來這裡陪我 - 寫信給你弟弟 - 妳不能吃啊 - 已經快要結尾了 - 喘口氣想一下要怎麼結尾 - 現在這個感覺就很像 - 之前在讀書的時候 - 在寫東西 - 就很像吃點東西來幫助腦袋啊 - 孤考 - 果然還是寫到後面了 - 看那樣子還在努力中 - 看那樣子還在努力中 - 希望吧 - 我們終於寫完這些卡片了 - 寫完了 - 妳有計時你寫多久嗎 - 我好像記得有從五點多時候到七點多吧 - 看那九半或三個小時 - 看那兩半或三個小時 - 已經久到跟萬歲相處一輪了 - 然後家裡的事情也做了一輪了 - 半個小時內就寫完 - 我以為妳要說我大概半個小時內 - 就已經先把點心吃完了 - 哈哈 - 我半小時還寫完還喊我吃點心嗎 - 為什麼妳的速度是我的六倍啊 - 天爛 在開始講這個信之前 我們先來介紹一下我們剛剛吃的點心 會介紹點心呢 其實是因為我們已經開始在挑選宮崎的明月禮盒 那就是跟大家介紹一下 這個呢是Cream Tea檸檬塔 檸檬皮其實有點綴在上面 然後它的這個奶油 深深甜甜的 它的塔皮其實是走一個酥脆的路線 一盒酒入Cream Tea之前其實沒有在做明月禮盒 但是因為它這三款熱銷點心 真的很好吃 明月禮盒是新的 再來跟大家介紹一下這個 司康奶油茶桌 一種是原味一種是有葡萄乾口味的 一盒都是六顆 禮盒裡面呢都會搭配兩個甜奶油 一小瓜果醬 吃之前拿去烤箱烤一烤 配咖啡真的是 會令人驚訝的思考 再來跟大家介紹這個 三溫糖蝴蝶酥 這個三溫糖蝴蝶餅是常溫的 另外兩款都是要冷凍的 一盒裡面有三小盒 每一小盒裡面有五片 超好吃我喜歡它的奶油香 是不是很好吃 嗯 你聽這個聲音 你就知道它有多吹了 它有六款腰封 你可以選擇男寶寶女寶寶 或是中性款的 檸檬塔跟司康可以選 它有個固定的腰封在這裡 對是綠色中性款的 綠粉綠粉 首先你訂買25盒 有兩款寶寶卡 可以選可製的 除了寶寶卡之外呢 25盒就會再送一盒 任選的 50盒就會送2盒 對數學好一點 75盒送 3盒 沒錯就是這個樣子 100盒還會送4盒 那10盒呢就會有一個地址是免運 也就是說 通常會有10個地址 但是有9個地址是藥運費 就一個地址不算錢了這樣子 如果你有媽媽手冊 並且寶寶滿20週以上 就可以申請試吃 在家裡慢慢品嘯 看一下你們要決定送哪一盒 當你們明月禮盒 都非常方便的 沒錯的 以這三款來說 要決哪一款送的話 其實我們有點掙扎 檸檬塔 9個很方便分食 但我覺得 司康可以當早餐 你可以當下午餐 但是就是比較麻煩一點 它要烤鍋 各有各的優缺點 媽媽你就慢慢想 以前在我小時候 很常看到 爸爸媽媽拿回來 油飯 大盒的 然後那天晚餐 一定要吃油飯 我個人呢 比較走一個這種 西式的 因為我覺得點心 不會還要搞什麼 蒸啊 或是在那邊倒一大盒 我不太好分啦 我是覺得它看起來 還蠻好分食的 就這樣一個一個 這是現代人貼心的部分啦 以上是我們的 試吃小總結 如果你很想看我們的影片 請不要吝嗇按下訂閱 小小的舉動 大大的幫助 訂閱 好 要進入重點了 我剛剛看到你寫到哭 我其實在想說 你是不是應該自己念 我怕沒有完整傳達你的情緒 我剛剛也在想說 我到底應該自己念還可以念 可是我後來還是覺得 給你念好了 因為我是一個就是很ㄍㄍ的 我太ㄍㄍ了 我ㄍㄍ到 讓我覺得我自己都快受不了 我後來發現 為什麼我會這樣子 哭 是因為我根本沒有辦法面對 就是那個很深很深的地方 我就會一直想要 好吧 那我們就直接交換念好不好 好 我看一下你的 那我看一下 而且我字沒有很多耶 我知道 我看得出來了 靠排版吃掉一堆 不像我 真的是時打十的 你不要偷看字啊 我要念你的囉 哈喽 恭喜宝宝 我是狼妈妈 再过一个多月就要和你见面了 谢谢你是一个 可爱又贴心的宝宝 除了健康长大者之外 也尽可能的没有让兔宝妈妈 变丑变胖以及各种身体不适 不确定你是不是第一次当宝宝 但我们是第一次当小人类的妈妈 有很多很好奇的第一次 看着你第一次被放进兔宝妈妈的肚子里 那时超音波还看不到你 在离开美国前听到你的心跳声很快 很大声很有力量 在看着你慢慢长成人的形状 与未满十周就达到人生离腿长的成就 见面前特地和你说 妈妈很想看你 所以手手暂时不要挡脸 你也乖乖听话 看到你的脸长肉了 也更加期待看到你本人了 出生后也麻烦你继续当个体贴的宝宝 我们也会给你满满的爱 希望你以后别吃兔宝妈妈的醋 因为你已经拥有我们两个真心的爱 未来或许还有来自范鲁的爱 但兔宝妈妈不一样 我喜欢了她 很长 六年你才出生 所以更爱兔宝妈妈已是何理 什么东西 请你继续努力健康的成长期待和你见面的那一天 狼妈妈 透过这些信 就可以知道写这封信的人 大概是什么样的个性 什么个性 标榜一些重点 条列是 第一你很优秀如何优秀 讲完你的内心优秀 还要讲你其他外显的优秀 例如说 鼻腿长啊什么什么的啊 接下来开始为自己开拖一些事情 爱过我生于他 先跟他解释 你的爱是很正向的 有力量跟正向的那一种 那我要念你的咯 好排版白人漂亮 还有一封信给你 Connor 不知道来自哪一个星球的你 哈喽那么大干什么 哈喽 Dear Connor 恭喜 这封信真的很难打 我还没打就已经开始哭了 我甚至不知道这是什么样的情绪 也许我一直无话可说 是我怕面对自己 怕自己崩溃 因为我还没有足够的勇气 去面对这份感动 距离你出生剩下一个半月 好像可以感觉到你越来越近 我可以感觉到你跟我有 不可思议的连结 但我也强烈感觉 你就是和我非常的不同 你明明还没出生 就能知道我们的关系 既强烈又遥远的感觉 内心的深处之道 这大概是人生很特别的体验 对于你的到来 是一个很神奇的事情 我与狼妈妈组成这个家庭后 你就如同我们交往一年后 说的时程 顺利的发声跟到来 仿佛你真的就是注定好 没有任何事情可以阻挡你来到这个世界 明明这个世界变数是这么的多 你都如同我们五年前说好的 32岁生第一个宝宝的时程 如此的准时 已经可以感受到当一个妈妈的压力了 当我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 也曾抱怨自己的家长 立场不同之后 思考也不一样 很多事情只站在自己的角度 都看不到真相 想得很简单 但真的要做很难 与其对你期许要求 我更是警惕着 期许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妈妈 能够帮助你引导你 我期许自己能在未来每个时刻都明了 自己跟你是不同的个体 我期许我自己不该总是用自己的角度看你 我期许自己 好感动喔 对耶 感动 我期许自己能够足够包容 去了解你所有的想法 我期许自己能够 在你展翅高飞的时候 放心让你去翱翔 在未来的路上 我期许自己 想起这段养育你的日子都是 甘甜的回忆 我想 摄样我应该就是我心中的好妈妈了 最后 我与狼妈妈都欢迎你来到我们家 我们的家是一个平凡也特别的家庭 有很多 有个性的哥哥姐姐会陪你一起成长 有两个有趣的妈妈 希望有朝一日 你回忆起童年也是甘甜的 这样就足够了 Best regards to my 很感人耶 写这个性的妈妈呢 我觉得比起其他妈妈 除了满心的期待这个小孩 你其实也会在思考 你要怎么样成为一个好妈妈 即便你不是很厉害照顾着 但你依旧想要成为一个好妈妈 所以你看你提到很多东西 我觉得其实蛮好的就是 与其期待小孩什么 不如反思自己 应该要期许自己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妈妈 去让这个小孩可以真正的 活得快乐 很感人耶 我觉得恭喜应该好好珍赏这一篇 唯一你自己挖了坑 把自己跳进去又埋起来的一个企划 以后真的没了 我觉得他以后不会再 八字内心好好地想想 面对他那个想逃避的情绪 去跟你写这一封 感人肺腑的信件 还跟你排版 我这种信件要 三到五个小时才有办法写出来 他比较很常是对你无话可说 从他这个信件来说 你就会知道他会是怎么样爱你 期待与你见面 这以上就是我们写给 未来儿子的一封信 那今天影片就到这了 喜欢的话记得按赞订阅加分享 想要说拜拜